亲友们好,今天我们来学习练习曲二 那么前面我们学了勾和挑这两个古琴里面最常用的指法 前面我们谈勾挑都是勾单独弹,然后挑单独弹 那么练习曲二呢,是把勾挑这两个指法 结合在一起 那么这个练习曲二实际上是有三个练习曲 或者说是三段 那么这三段大家要分开来练习 我先弹第一段 我先弹第一段 练习曲二的第一段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是勾和挑 挑和勾结合起来 兼获起来进行 可以说这个右手执法 在古琴曲里面比比皆是 很多曲子都会用到它 是基础的基础 那么大家在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牢记 要把前面练习曲一 所有的技法要领 全都充分的掌握好了 再来谈 然后在谈练习曲二的时候 要充分实现练习曲一里面的 所有的技术要求 那么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也不重复 大家要反复的回去 再看练习曲一的 对于勾和挑单独执法的讲解 关于手的弧度 手和琴的关系 肘的进退 腕子的保持 以及角度等等等等 那么练习曲二的 第一段呢 是大家注意保留纸 那么保留纸 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 两个保留纸的重要意义 那么第一呢 是古人弹息琴的时候 保持琴的平衡 第二呢 是有利于你眼睛 在不看右手的情况下 做到右手的哪根手指 在哪根弦上 做到心中有数 培养这样的玄感 那么实际上 保留纸还有第三个意义 也就是经济原则 那么我们做什么事情 都希望花最小的代价 实现最大的结果 那么这样当我们 在花最大的这种代价的时候呢 就可以实现 不可想象的极大的这种丰富性 那么谈古琴也是这样的 所以保留纸呢 当你把手保留在弦上 弹完一根弦以后 手不要离开 手保留在那根弦 因为那根弦也许就是你下一个动作 这个手所在的最好的位置 而好的古琴曲 它的执法的鞭配 执法的设计 也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经济原则 也就是说保留纸 是可以让你 在用最小的动作 最少的 自己的身体的能量 实现这种最大的声音效果 这样当你花较大的能量 较大的较多的动作的时候 你就可以实现 更为丰富 比别人更为丰富的 这种声音效果 这就是经济原则的意义 那么保留纸 有这个意义 所以大家看 第一个 先是勾一挑三 勾一 完了以后 手指保留在二弦上 这个时候 挑三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一种 临选保留 这是临选保留 那么 这时候 恰巧 手指不动 恰巧 右手 所在的这个位置 就是勾二的最佳位置 这时候只需要把手指抬起来 完成勾二的动作 挑四 临选保留 勾三 挑五 临选保留 勾四 挑六 临选保留 临选保留 勾五 挑七 我们管这个由低到高 由外弦到内弦的运指 叫上行 那么前面这一句是上行 在第二句 第一段的第二句 这个下行 由高的弦往低的弦 所以 挑七 我们用 第一个练习曲练习过的 隔一保留 为什么要隔一保留呢 因为下一个动作就是 大家看谱子 就是勾五 所以当你保留在五弦上的时候 这时候手指就不用动了 这就是经济原则 那么下一个动作 手保留在四 挑六 下一个动作 我们节省的能量 节省了动作 勾四 在挑五之前 手放在三 挑五 勾三 手放在二 挑四 勾二 手放在三 挑三 勾一 好 这是 练习曲儿的第一 第一段 那么第二段 第三段 原则是一样的 只不过 我们改变了 保留指的位置 也改变了 这个 声音的跨度 我先弹一遍 对不起 好 跟第一段 是原则上是一样的 只不过 我们 勾 勾一 下面是挑四 那么上行的时候 是隔一保留 勾二 挑五 勾三 挑六 勾四 挑七 下面 在下行的时候 就是用 隔二保留 也就是说 你的手 放在四旋 挑的是七旋 中间隔了五六 两根旋 这叫隔二保留 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 挑完七以后 下一个音 大家看谱子 是勾四 挑七 勾四 把手放在三旋 挑六 勾三 把手放在二旋 挑五 勾二 把手放在一旋 那么挑四 勾一 好 这是练习曲二的第二段 练习曲二的第三段 是用临选保留 练习临选保留和同选保留 我还是先谈一遍 那么这个第三段 我们在节奏上 也做了一些变化 大家也要注意练习这个节奏 好 第三段 勾一 挑二 那么勾一 挑二的时候 就用的就是同选保留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挑二 这个手勾完一以后 手还是在二旋上 用同选保留 勾一 下面勾二 同选保留 挑三 勾二 勾三 挑四 勾四 挑五 勾五 挑六 勾六 挑七 这是上行 那么下行的时候 挑是用临选保留 也就是手在六旋 挑七旋 勾六 挑七 这个第二个挑 是同选保留 下面是 保留只放在五旋 那么挑六 是临选保留 第二个挑六 是同选保留 保留只放四旋 那么挑五 勾四 挑五 勾四 挑四 勾三 挑四 挑三 勾二 挑三 挑二 勾一 挑二 勾一 好 所以这个练习曲 一共三段 那么第一段 练习的是 隔一 隔一保留 和临选保留 第二段 练习的是 隔一保留 和隔二保留 那么第三段 练习的是 同选保留 和隔一保留 大家一定要把 那么 曲二这个练习曲 练习好 因为它在以后的 勤曲里面 会有大量的应用 我们这个练习曲 体系的特点 就是 每一个练习曲 第一个练习曲 就像一块砖一样 那么第二个练习曲 我们用这一块砖 拼出一个花了 然后后面的练习曲 都是 这样一个花 就变成了一个母题 用它来 在它的基础上 再砌住 更多的砖 那么最后 可以砌出一个 宏伟的建筑出来 谢谢大家